大家好,我是新世界的岩世良老师 今天开始我们来学习新编语教程第四册第六课的内容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六课的单词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单词 它作为副词来使用 大家看一下它的中文的翻译方法 写着完全括号不,一点括号也不 那么其实我们在学日语学了这么长时间 大家会发现 但凡中文的翻译方法 在括号当中带个不 或者没也不这样的否定表达的 这样的一个副词的话 大家知道 它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副词本身呢 可能是不带有否定含义的 但是它是必须和否定表现呼应在其使用的 所以换句话说啊 这个副词 它的后面是 一定要跟上否定表现 这个形式 而ちっともないないない这个形式呢 说白了也就是 ぜんぜん何々ない 或者 まったくないないない这个意思 也就是完全不一点也不的意思 对吧 我说完全不知道 ちっとも知らない ちっとも知らない 完全不懂 ちっともわからない ちっともわからない 都是可以的 所以ちっとも呢 大家再注意一下 它和否定搭配在使用 这个用法一定要持久了 好 下面一个单词是 れんたつ 那么れんたつ 传达 它本身是一个名字 后面加上 するは れんたつする 就构成了一个他动词 那就是传达的意思 那么当然了 我们说到 传达的他动词的话 我们会想到 我们在之前还学过一个动词 叫做 つたえる つたえる 所以つたえる呢 实际上和電搭字的意思 是非常接近的 当然大家知道 つたえる是一个他动词 他所对的自动词 是伝わる 伝わる 但是呢 我们现在说到 電搭する这个词的话 它叫传达 那往往传达是什么呢 往往传达是一种 一种 命令 命令を伝達する 传达一种命名 或者 指示 指示を伝達する 传达一种指示 或者呢 一些 例えば 注意事項 一些注意事項 を伝達する 这样的一些搭配 会比较多一点 好 下面 手段 手段 就是手段 和我们中文的手段 意思是一样的 那么自然除了手段 之外 如果说方法的话呢 也可以说方法 ですね 下面 使い分ける 那么使い分ける 大家先观察一下 它这个动词呢 实际上是从 使う 和分ける 这两个动词 合在一起的 那 kaiu 它自然是使用的 意思的吧 那么分ける 这个动词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它本身啊 这个分ける 它是一个他动词 大家还记得 他所对应的 自动词是哪一个吗 很多同学可能会想起来 分ける 它所对应的 自动词呢 是 分かれる 分かれる 那么分ける 是什么意思呢 说白了就是 分开区分的意思 对吧 所以比如说我们说 在日本这个垃圾 必须是 分开人的嘛 对吧 ゴミを分けて捨てないと いけないです ゴミを分けて捨てる 那就是 这个叫做 分ける的用法 那么现在使い分ける呢 那就是 区分使用 区分使用 什么叫区分使用呢 比如说 我们学日语 学到现在 我们学过很多的 呃 单词 它们表示 意思非常接近 对吧 但是呢 有一些是 書き言葉 有一些是 話し言葉 有一些是 书面用语 而有一些是 口头用语 对吧 比如说 同样表示 非常这个含义 我们既学过 とても 也学过 すごく 也学过 非常に 这样的说法 那么其中相对来说 すごく 那是非常 口语的用法 所以以后呢 我们再写 论文的时候呢 是不能够用 すごく 这样的一种 口语的表达方式的 而非常に呢 就比较偏重于 书面的 正重的表达方法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 書き言葉と 話し言葉を 使い分けなければ ならないでしょう 書き言葉と 話し言葉を 使い分ける 我们必须 十分使用 口头用语 和书面用语 就是用 使い分ける 就是说吧 好 下面 自己画的东西呢 自己来称赞 所以呢 其实是有种 我们中文当中 所说的 王婆卖瓜 自卖自夸的 这样的语气 对吧 好 下面 这种文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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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和我们中文的 学法不太一样 对吧 比我们汉语中的 亚少了一点 就是低一点 第二点的话 大家知道 但凡带有 结尾的 我们都是把它当作 一个 na形容词 所以 atoteki 它如果接名字的话 是atoteki na 何々 那如果atoteki 要做副词的话 就atoteki ni 怎么怎么样 对吧 好 再看一下 下面 yari tori yari tori呢 它本身是一个名字 那する的话 你可以当这个动词来使用 它是什么含义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这里 中文的翻译方法 叫做 互证 互换 交谈 争论 实际上 这当然写在这边 都是它的一种 翻译方法 大家具有的 这个yari tori 实际上就是 你们说可以是 人和人之间一种互动 什么互动呢 首先 物品上的一种 给予和获得 是一种yari tori 对吧 比如说大家知道 在日本的话 有的时候 这个年末送礼 或者在年中 在像 欧本 在于兰盆解 那个时期 也会互赠礼物 对吧 那这就是一种yari tori 我给你了一个礼物之后 我也会从你那边 得到一个礼物 这是一种yari tori 那除了这样的一种 互赠互换礼物之外呢 其实人和人之间 很多的沟通 也是一种yari tori 大家想一下 为什么我们把交谈 或争论也称yari tori呢 那实际上是一种 koto ba de no yari tori 就是一种 在语言上的一种 交换嘛 对吧 所谓的交谈争论 就是我说一句 给你之后呢 你再说一句给我 然后我再说一句给你 你再说一句给我 所以这样的一种 口头上的 不是礼品上的 而是口头 语言上的一种交换的话 那实际上就是争论了 也是一种yari tori 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各种的 比如说现在 很多时候我们跟朋友聊天 不是真正的用嘴巴来说 对吧 可能朋友喜欢 给朋友发微信 发蓝音 发短信什么之类的 那我发了一条微信给他 他又发了一条微信给我 我再发一句给他 他再发一句给我 这样的微信的一来一去 实际上也是一种yari tori 那除此之外 我们在跟客户交流的时候 那我跟客户 比如说比较正式 常常发这个mail 发电子邮件 那发电子邮件的时候呢 我发一封给他之后呢 他回一封给我 我再发一封给他 他再回一封给我 这样实际上也是一种什么 yari tori 所以真的一种给予和得到的不断的反复进行的这样一个人际关系的过程 就是yari tori 各种的这样的给予得到都是可以 好 下面一个单词 seid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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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写世代 那么实际上就是我们说一代一代元 对吧 所以我们现在比较关注的有seidai-kan-no-gyap-teu seidai-kan-no-gyap-teu 就是每一代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代沟 那么seidai这个词呢本身是不难的 但是呢大家注意一下 要和另外一个词呢注意比较 嗯就是汉字写 seidai对吧 但是不是代表的代 而是这个鞋带的代 所以首先呢注意了 当然汉字方面不一样 它读音的也不太一样 这个鞋带带的seidai呢念的是seidai 所以就是我们之前也反复强调过 我们中国同学可能在轻音拙音的区别方面呢 稍微有点薄弱对吧 所以大家要注意了 到底是念seidai还念seidai 也念清楚 那么当然汉字不一样 读音不一样 含义字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现在这个seidai的话呢 它是表示一代一代人 而这个seidai的话呢 实际上是一户一户人家 对吧 比如说我们以中国的情况来说的话 写在一个户口本上的 那就是一个seidai 或者呢还有种情况就是 我说哎呀这双mangso 这双mangso里面住了几户人家 那么一个门进去的那就是一户人家 都可以这么说的 叫一个seidai 对吧 所以有的时候呢 我们说户主 就是seidai nushi 户主 就是世代主 seidai nushi 对吧 所以有的时候比如说 在你的在理卡道 或者在 这个保险所 就是各位同学如果去日本留学的话 或者在留卡或者保险证 上面都会写seidai nushi 你们家的户主是谁 当然了 如果你一任在日本留学的话 他会seidai nushi 帮好扣进个人 对吧 或者帮好扣进个人对吧 或者帮好扣进个人对吧 或者帮好扣进你对你本人 所以这就是seidai和seidai的区别 所以这两个单词 对于读音和含义上的不同 好 看一下下面一个单词是 近辺 近辺 つまり近辺辟 近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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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非常附近的这个意思 说白了和付近 或者和近辆 是一个意思 对吧 好 下面一个单词叫 kaki soeru 那么大家一观察出来了 kaki soeru实际上就是 kaku加上soeru 就两个动词的一个组合 所以他们的含义呢 也就是kaku加上soeru 这两个意思的一个重叠 对吧 kaku是写 soeru呢 它是一个他动词添加 所以kaki soeru就是 我怎么把这个东西添加上去 我是写着添加上去 对吧 比如说 有的时候 像现在很多的同学 在留学的时候呢 会比较的孝顺 给父母从日本 带一个sihanki 什么 那个电饭包什么之类的 但是那个sezimei show 那个取扱い show 那个使用说明书呢 它是 日本語で書いてあるから 它是用日语来写的 所以呢 它为了让父母可以读懂呢 它可能sezimei wo あるいは tsukai kata wo kaki soeru 再说一遍 sezimei wo あるいは tsukai kata wo kaki soeru 对吧 它为了让父母可以用 那个日本的这个什么 电器啊 电饭包什么之类的 它就把他的说明啊 写着补充上去 这样的用法 好 下面一个单词 flex 那自然就是外来语啦 就是传真的意思 也不再说了 下面enpo enpo 也就是字面意思 toui tokoro 或者touku 大家知道touku 这个字本身也是可以当作一个名字来使用的吧 所以enpo和toui tokoro touku意思是一样的啊 好 下面 mukashi mukashi mukashi就是以前啦 对吧 它自己可以当名字来使用 很多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把字当作副字来使用 对吧 嗯 那么这是以前的事情啦 mukashi no koto 或者很久很久以前可以说 mukashi mukashi 或者呢 omukashi 这都是可以的 好 下面一个单词 main main呢 来自于英语单词 就是主要的意思 对吧 那main这个词呢 它除了可以自己单独做名词之外 也就是我们这边写的它单独做名词之外呢 main这个词啊 它还可以表示做一个接头词来使用 就它可以直接放在其他名词之前 但是大家要注意了啊 因为main这个词呢 它往往它已经是一个叫做外来语了 所以呢 能够和main合在一起 构成的一个符合词的词的话呢 也基本上是片甲名的外来语会比较多一点啊 比如说 我们说大家去参加什么婚礼啊 或者怎么怎么样 是不是有主桌啊 主桌呢就叫做 main table 那主桌呢就是 main table 对吧 那么除此之外呢 大家知道一个国家的文化 文化的话呢 有两种 一种是 当然有时候老师文化不是那些文化嘛 对吧 但是呢在这里呢 为了和main 这个外来语合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不能说main文化 我们说的是 main culture mein culture 就是英语中 culture 也是文化的意思 对吧 那么main culture 是主流文化 那么它所对应的呢 实际上就是 sabu cultu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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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亚文化 那什么是主流文化 什么是亚文化呢 实际上 main culture 比如说以日本为例的话 那些传统的传统的传统文化 对吧 一些什么 kabuki sado kado no 之类的 那实际上都是 main culture 而大家比较喜欢的什么anime 漫画之类的话 都是sabu culture 所以sabu culture 也有另外的说法叫做popu culture popu culture 那实际上的意思 和sabu culture 是一样的 popu culture 的意思 和sabu culture 是一样的 所以main culture 就是主流文化的意思 那么除了main culture 之外 大家知道 有的时候我们写论文 对吧 会有一个主标题 也会有一个副标题 那么主标题的话 叫做main title 那副标题就是 sabu title 主标题是main title 副标题呢 就是sabu title 那么说吧 所以这个main呢 就是主要的意思 好 下面来看一下 下面izure izure这个词呢 它既可以做 代词 什么叫代词呢 就是最简单的 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在初级 一上来就学习 これそれあれどれ 这都是代词 对吧 那么 izure它既可以做代词 也可以做副词来使用 那么 意思当然也不太一样 做代词的时候呢 izure它表示的是 哪个 哪一方面 所以做代词的时候啊 这个izure它的含义呢 就和我们说的 どれ 或者どちら 的意思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说 这里有几个答案 对吧 どれが正しいですか 那我说不说どれ 我说 izureが正しいですか 意思是一样的 这是做代词的时候 再强调一下 所以izure它的含义呢 和どれ 还有这个どちら 的意思是一样的 那么做副词的时候呢 这个izure它有两种含义 第一种呢 它可以表示 反正早晚 什么叫反正早晚呢 就换句话说就是 事情早一点 晚一点 早发生一点 晚发生一点 这样的一种差距 可能是有的吧 但是呢 最终结果是一样的 人人呢 早晚反正都是要死的 每个人 早一点晚一点的差距呢 总是有的 但是呢 最终结果是一样的 就是izure 这个说法 那么 这个时候啊 在和表示反正 或者早晚 这个含义的时候的izure呢 如果我们划算等号的话呢 实际上它可以和 另外一个副词 划算约等号 就是 どうせ どうせ 所以我刚才说 人間はいずれ死ぬものだ 我同样可以说 人間はどうせ死ぬものだ 就是一样的 那除此之外呢 这个izure还可以表示 不久近期 对吧 马上就这么怎样了 嗯 我说这个 我觉得这个雨啊 马上就要停了 雨は いずれ あがるとも 雨は いずれ あがるとも 我们 不久之后 再见面吧 いずれ お目にかかりましょう 这样说吧 都可以的 好 下面 つる つる 这个词也是 英语中过来 外来 因为英语中的 tool tool 这个词过来 也就是道具 工具的意思 说白了和 道具 的意思是一样的 好 下面 メールアドレス メールアドレス 就是电子邮箱的 电子邮箱地址 对吧 那么 很多时候呢 在 日本年轻人的 口头当中啊 会把这个 メールアドレス 给省略一下 在口语啊 非正式的 朋友之间 聊天的情况下呢 就可以把它 省略为 メアド メアド 好 下面 下面这两个单词 我们可以放在一起 去看啊 一个是 得 一个是 墓 那 得的话就是 何かが上手なこと 不擅长 每个人都有擅长 不擅长 对吧 就是 有个人比较擅长 文科的就不擅长 理科嘛 对吧 有个同学 他比较擅长 音乐方面的 那他可能 文化科的学习方面 就比较薄弱一点 那有个同学 可能比较擅长 体育的 有个同学 可能比较擅长 美术的 每个人都有 他擅长 和不擅长 的一面 和智商 什么有关系的 对大家的 本身的天赋 可能不太一样 对吧 对这个 好 下面 康悠 宽容 那实际上呢 跟中文中的 康悠 宽容 的意思 是一样的 就在讲 好 下面 もともと もともと 这个父子呢 他翻译成 中文就是 本来 原来 是这个样子的 那 就是 其实呢 就两种情况 第一种呢 也就是 说 初めから こうである 从一开始呢 就一直是这样子 从一开始呢 是这样子 还有一种呢 也就是 在 一些变化 发生之前呢 本来是这种情况 对吧 比如说 我说 哎呀 我本来想休息 一个星期的 结果呢 因为 因为 这个工作的关系呢 我只 最终只休息了两天 就又来上班 对吧 もともと 一週間くらい 休みたかったけど 仕事のかけで 結局 二日間 しか休めなかった 再说一遍 もともと 一週間くらい 休みたかったけど 仕事の関係で 多大这个形式 那么当然 这个もともと的意思 其实并没有改变 还是就是 从一开始 最本来 就是这个样子的意思 对吧 那么这个 timo呢 自然还是表示 即使 就算 哪怕 这个海域 所以 所以 什么叫做 那就是 即使发生的前向 也大不了 就和本来一样 没什么吃亏 这样的 比较获大的 一种心情 的一个句型 那再说一遍 就是 即便发生的前向 也没什么大不了 大不了 就跟本来一样 也没什么 好吃亏的 对吧 比如说 我说 你赶紧 跟你那个 喜欢的女孩子 告白 你赶紧 你跟他告白呀 为什么呢 你不要怕被拒绝嘛 即便拒绝了 拒绝是用 断 当然我们得用 被动 它叫断 对吧 所以变成了 断 也不 因为 即便被拒绝 你大不了 就跟现在一样 也没什么 好吃亏的 对吧 比如说 老师 我想参加一下 什么一些 国际比赛 你就看 看看眼界 对吧 即便失败了 我大不了 跟现在一样 也没什么 吃亏的 spice-demo moto-moto-da spice-demo moto-moto-da 这个用法 而且呢 这个 temo-moto-moto-da 这个词 它前面 很多时候呢 会跟上 dame 过程 dame-demo-moto-moto-da 那么dame 那自然就是 不行 できない 做不到的意思 所以dame-demo-moto-moto-da 什么意思呢 就是 今天不行 也无所谓了 对吧 就尝试一下 dame-demo-moto-moto-moto-da 这个dame-demo-moto-moto-da 这个形式呢 在口语当中呢 也会在一些 非正式的情况下 变成 dame-moto-da dame-moto-moto-da 好 下面 典型的 典型的 就我们汉语的意思是一样的 我们自然再强调一下 带有这个典型的话呢 那都是Nations 对吧 好 下面 アナログ人言 那么在这里呢 它就表示 一些携带やパソコなどが上手じゃない人 就是不太擅长用电脑啊 手机这样的一些人 好 下面 キ Key 实际上就是来自于Key 这个英语的 所以它有几个用法呢 首先有键盘 键盘的话除了Key之外 也可以说Keyboard 都是可以的 除此之外呢 还有钥匙是Key 对吧 当然了 和英语一样还表示关键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比如说写论文的时候 你需要写一些关键词 关键词就是Keyword Keyword 关键词 好 下面 Wiz Wiz 它本身是打的意思了 对吧 就是说我们敲打对方脑袋 就是 AtamaWiz AtamaWiz 拍它一下嘛 对吧 这本身是打的意思 那除此之外呢 大家看一下Wiz 它这里还有按键敲打 是按键敲打的很简单 也就是 打电脑嘛 打电脑你不是欧打电脑 对吧 我可以说 PasoconWiz PasoconWiz 就我们中文说 打电脑是什么意思 那除此之外呢 它还有打动感动的意思 那自然我打的就是 Kokoro O U Tzu Kokoro O U Tzu 打动了对方的心 对吧 就是用法 好 下面 Nienkou 就是原稿 再讲了 下面 Siphan Sha 那就是出版社 和我们中文字是一样的 下面 Omu Omu 这个词大家注意一下 那么它是 主这个汉字的一个 叫做训读形式 对吧 因为我们一般来说 接触主 它的一个音读形式的 S 短音的S 是比较多的 训读的话 是Omu 这个大家注意的 而且它是个 Na形式 所以同样的 Omu 教育名字的话 是Omu Na Nani 对吧 比如说 日本語を教えるのは 私の主な仕事です 再说一遍 日本語を教えるのは 私の主な仕事です 教育呢 是我主要的工作 那如果Omu 它后面 把词位的 代表成Ni的话 自然就变成一个 父子的 Omu Nani Nani 对吧 比如说 我主要是在研究 日语教育的 私は主に 日本語教育を研究している 私は主に 日本語教育を研究している 那这样用法 下面一个单词 手取早い 手取早い 这个词 它实际上是有两个用法 一个它表示 手快的 马力的 也就是 やり方が素早いことですね 就是 做事非常的迅速 敏捷 很快 对吧 我说 我很迅速的 很马力的 就把工作给 整理好 给解决了 手取早く 仕事を 片付 手取早く 手取早く 仕事を 片付 我很满意的 就把这个工作 给解决掉了 这就是 手取早い 第一个用法 就是 やり方が素早い 除此之外 手取早い 还可以表示 是非常简单 省事的 说白了 不怎么花费 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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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 精力 对吧 所以 第二个用法 的情况下 再说一遍 它的意思就是 不怎么花费时间 花费精力的 一个状态 对吧 这样的一个 做法 是比较神秘的 这个やり方 手取早 是比较神秘的 都可以 好 下面 変身者 那就自然就是 编辑者 编辑的意思 然后下面 比辨者 是 佛洛伦萨 这样一个地名 然后呢 designer 但自然就是designer 这个英语过来的 一个设计师 的一个意思 对吧 好 下面 すれ違 すれ違 这个词的话 实际上 我们在 第一课 第四课 第一课 就已经 给他 讲解过了 对吧 因为我们 第四课 第一课 的课题 就是他的 masuji 拿过来 做名字的 すれ違 所以 我们当时 讲すれ違 的时候 就讲过 它本身 是叫做 交错错开 对吧 既可以是 人和人之间 擦肩而过 也可以是 我们说 开车的时候 那个两车的 会车 这样的状态 都是すれ違 那如果是 意見がすれ違 或者 考え方がすれ違 的话 那表示 我们两个人的意见 我们两个想法 是交错而过的 那就是 一致していない 不一致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意见不一致 想法不一致 有矛盾 对吧 好 下面 簡潔 那形容词 简洁的 简洁的 后面中文 意思是一样 对吧 我说你把这篇文章的内容 简洁的 来说明一下 この文章の 主要内容を 簡潔に説明してください 簡潔 好 下面 まとまる まとまる 这个词呢 它是一个自动词 那实际上 大家应该也不陌生 因为它对 它动词 是我们学过的 まとめる まとめる 那什么叫 まとめる 或者まとまる呢 大家首先来看一下 まとまる它这边中文 含义写的很多 一些统一的 一致的 归纳 概括 有条理 解决 谈妥 什么什么之类的 那实际上 まとまり 也好 まとめる 也好 它是一种感觉 什么感觉呢 就把散在 各地的 或者散在 很大一块范围的东西呢 给归结到 一个点上 或者呢 很多事物 它原本之间呢 是没有 看上去没有任何逻辑 关系 没有任何联系的 然后呢 把它联系起来之后 成为一个整体 一つになる 一つにする 这个事情就叫做 まとまる 或者まとめる 那当然 自动词的话 是我看到以前现象 它动词是我人为 要去做的一个结果 那比如说 几个例子 比如说 我这样说的 我说 哎呀 这篇文章 对吧 以前可能语文老师 经常让课同做 说 读完一篇课文之后呢 我说 这位同学 你来把这篇课文的内容 总结一下 就是 この文章の内容を まとめてください 这个文章の内容を 自分の言葉で まとめてください 那什么叫做 文章の内容を まとめる呢 很简单 本身文章的内容呢 可能这个作者 说了几个问题 几个点子吧 它散在一篇文章的各处 那现在呢 在你把这 想着各处的这个说法呢 集中在 一句话 或者一段话当中 给表达出来 这就是まとめる 就是まとめる 对吧 然后呢 我们举手表 就说 全班同学的想法 我们说 我们春游去哪里呀 然后大家都 各出己见 对吧 我说班长 皆さん的意见 まとめてください 你把大家意见 汇总一下 本身大家意见 就是 各自都不同的 然后班长 把它统一起来之后呢 我们要去哪里玩 这就是まとめる 那么相对于的 まとまる呢 就是什么 就是我看到一个 眼前现象 对吧 皆さん的意见が まとまっている 但意见已经是 同一的了 这个用法 对吧 話がまとまっている 它这个话 这个内容是 非常高度概括的 不是踩在各处的 这样用法 都可以まとまる 然后下面 是一个叫做 发邮件的时候 经常会看到一个词 对吧 就是说吧 就是命令を受けること 那么他相对你的 命令を送ること 就是送信 那么除了执行 送信之外呢 还有就是 后面会有 天送 就是 转发之类的用法 我们待会再说 下面 转发之类的用法 转发之类的用法 它本身表示 是夜下的意思 夜下的意思 那 呃 除此之外呢 我们说 它就可以引申为 说一个人的 座带 横 旁边的意思 对吧 而且有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 脚 前面叫做 丢 变成丢脚 这个形式 丢脚 那自然就是什么 就是 本身是两边的 夜下 除此之外呢 就是指一个人的 两旁 两边的身旁 对吧 比如说 有的时候 那个老板 在和国外的 外国的客户 谈生的时候 他如果外语 不太行的话呢 那么 通訳者は 通訳さんは 丢脚で待機している 丢脚で 或者通訳は 脚で待機している 就是 翻译呢 就在老板的旁边 待命 对吧 上面 マーク 这个字 应该也是 比较熟悉的 它就是 印语中 MARK 这个字过来的 就是做一个记号 不再说了 好 下面 ウキウキ 这个女生 你才才记住了 说白了 它就是 喜んでいる様子 嬉しい様子 对吧 比如说 在郊游 春游的那一天 孩子们 是非常的 兴高采烈的 对吧 就可以说 年曰の日は 子供たちは ウキウキしている 子供たちは ウキウキしている 非常的兴高采烈 很兴奋 很亢奋 你这个心中 直直不能冷静下来的 一种状态 下面 感情的 就是非常感情用事 就 我们不再多组解释了 好 下面 Direct Direct 实际上就是 英语中 Direct 或者Direct 这个字过来的 就是直接的意思 而在我来语的 Direct 直接可以当作 一个拿行语来使用 对吧 所以 我说一个 比较直接的说法 Direct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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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 你直接表达的观点 Direct Direct 自分の考え方を 話してもいいですよ 对吧 这样说吧 好 下面 公開 公開 它是 名字 Hibi 它可以指 首先 它可以指 人的皮肤上的 这种均裂 除此之外 也可以指 这种玻璃 或者陶瓷 这种器皿上的 裂缝 裂开来 都是Hibi 那抽象的含义的话 就是指 人际关系上 这种裂痕 对吧 那么经常使用的 动词搭配的话 往往是最常用 就是Hibi-ga-ha-ir Hibi-ga-ha-ir 就是产生了裂缝 对吧 我和他之间 现在有隔阂 有裂缝了 我渡すと Kare-to-na-ida-ni-wa Hibi-ga-ha-ir-te-shimatta Hibi-ga-ha-ir-ru 也可以用Hibi-ga-shou-ji-ru 这个动词搭配 也是可以的 当然 最常用的还是Hibi-ga-ha-ir-ru 大家要把这个洞 冰搭配 给冰下来 好 下面 Saku-jo 就是 消除 删除的意思 加上する的话 Saku-jo-sir 是个他动词 所以就过成 Nan-nan-yo Saku-jo-sir 就可以了 对吧 好 下面 添送 刚刚讲过 自信是 叫做 收信 添送呢 就是转发 也是我们在发mail的时候 经常会看到的 对吧 このmail 他人 添送する 把这份邮件 转发给别人 好 下面 文面 文面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字面 文字面意思 下面 Hai-ru Hai-ru 说白了就是 他人 那种人 Ki-yo-tsukai-koto 就是非常的 考虑到他人 照顾他人 照顾他人 换句话说 就是 Ki-o-kibaru-koto Ki-yo-tsukai-koto 比如说 有的时候 我们做 天衣さん 做サービス企业的话 我必须 O-kiak-san-ni-hay-ru Suru O-kiak-san-ni-hay-ru 说白了就是 O-kiak-san-ni-ki-yo-tsukai-ru 我必须时刻 关注着我的客人 他有什么需求 我必须马上 给他提供服务 这就是Hai-yo 上面 Asai Asai是浅 说白了各种浅 都可是Asai 首先你说 Kawagasai 这个河非常浅 这个距离很短 对吧 那是深度很短 那就是Asai 是可以的 除此之外 还可以说 颜色非常的淡 Irogaasai 就和Irogausui 意思是一样的 在这个用法下 那当然 还可以是 一些浅薄的 也可以是Asai 好 下面 Tekisei Tekisei 说白了 就是 Tekisei-tsu-de 淡ashii koto 非常适当 而且是正确的 那它本身是个 Na形容词 所以它这些名字的话 可以用Na的吧 所以比如说正确 实当而正确的 作法 这个是 Tekisei-na Yari-kata Tekisei-na Yari-kata 之类的 所以再强调一下 Tekisei这个词呢 我们就把 是 和正 分开来看 是就是 Tekisei-tsu 适当的 正就是 正 is 所以它的解释是 Tekisei-tsu-de 正是 正是不是 好,下面つかむ つかむ呢,它如果写汉字的话呢 它写的是提手旁加一个国 这样的汉字 而且这个国大句,它写的是繁体的国 那它当然首先就是抓住的意思,对吧 抓住,而且是紧紧抓住 紧紧抓住了对方的手 或者对方的手腕什么之类的 相手的手をつかむ 相手的手をつかむ 那除了我们所说的就是 实际的紧紧抓住对方的手这个用法之外呢 我们所说的就是掌握、理解、获得 这样的一些抽象方法,对吧 也就是换句话说 我抓住了一个事情的关键或者要点 对吧 那么比如说,我说 要点をつかむ 我抓住了要点 刚才我们学过有个词叫关键的 外来叫きをつかむ 或者呢,一些诀窍 我们知道用コツをつかむ 日本語の勉強のコツをつかんでいる 我抓住了日语学习的诀窍都可以 除此之外呢 抽象的,类似于获得幸福 对吧 幸福をつかむ 之类的话 抓住了幸福 也都是可以用つかむ 这个东西 好,接下来请各位同学 跟着我把单子一起来念一下 我们哪个单子念两遍 ちっとも ちっとも 企初 企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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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持参 圧倒的 圧倒的 やりとり やりとり 世代 世代 近辺 近辺 書き添える ファックス 遠方 遠方 昔 メイン いずれ いずれ ツール ツール メールアドレス メールアドレス え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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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増え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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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もともと もともと 典型的 典型的 アナログ人間 アナログ人間 キ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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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 物 物 銀行 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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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っ取り早い 編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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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フィレンチェ フィレンチェ デザイナー デザイナー すれ違う すれ違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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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かんけ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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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まとまる まとまる 受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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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わき わき マーク マーク ウキウキ ウキウキ 感情的 感情的 ダイレクト ダイレクト 後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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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ひ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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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削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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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転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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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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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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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い 浅い 適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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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課 第六課 文法学习 エヴ 8 適正 適正 20